終於找到她,她還在裝傻裝傻,我真的想打罰她 動漲細網交了一集報導,有觀眾的女女被人欺騙感情,經金錢 前後總共損失了600萬 這名副主表示,在4年自己女女,認識了一位名叫阿珊的男人 拍拖期間,日式相當無事 而且這名阿珊,跟她們一家關係十分好 她後來,還向她女女求婚 但直到有一天,阿珊突然,以爸爸患上肺癌為由 在副主借了90萬 還表示當保險的賠償過數後,就會歸還 後來追了一個月後,都沒有還錢 又再過幾個月,阿珊更說爸爸急於到英國換私費等理由 前前後後,借了600萬 而最後一次轉數到一間投資公司 她才發現這間投資公司不屬於阿珊名下,才經過自道受騙 而阿珊的爸爸,竟然說自己只是為賄養 明然會叫兒子交回金錢 有個幾天,他們已經搬來原本住所 更拒絕虎主電話 後來透過東張西望,終於打通電話 還記得我嗎?四年了 其實你有甚麼回應我? 你為甚麼會逃避?為甚麼會消失? 我想問你有沒有搞錯了? 收了線 收了線 很激動 終於找到她 她還在裝傻裝傻 我真的想打包她 他現在還在告訴你 未來沒有這一份 我告訴你 要我試試一次